大家好,我是冷清小 今天来给各位说说那些网上害死女人的毒鸡汤 我会用比较贴合这些鸡汤的语气和声音来说 希望各位不要介意 我只是粗略地说一下这些鸡汤 如果想看吐槽的话,欢迎留言 废话不多说,开始 你父子正嫌养家,我父子冒昧如花 价格把你当成女儿宠的男人 中三条以上你的男朋友就应该分手啦 看他爱不爱你,就看他能给你多少钱花 他有多爱你,就看在他能有多人容你作 最像男友评论标准他及格了吗 你可以和左先生谈恋,但是一定要嫁给右先生 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 男人出轨是为了性,女人出轨是为了 他爱不爱你,你看购物车就知道了 男生爱一个人到满分是什么样的啊 每方前我一分不出,他应该自己分手 加上他父母半辈子的积蓄 买的房顺要加你的名,不然就是不爱你 没诚意,算计你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你,没诚意,算计你 公司卡要上交,不然就是不爱你 没诚意,算计你 你的三年不招一下是不是在算计我 送两百块钱的礼物,或者送他自由 他连我一半就不掉啊 肯定是渣男 你把他拍的这么丑和他分了吧 你不给我买狗红包包苹果,你不爱我 啊,你的男人如果有一百块钱 会给你花九十五啊,分不清口红颜色型号,只难爱 想找非处,只难爱 不会拍照,只难爱 不会聊天,只难爱 你是男的,你就应该说说说啥 像这些相信各位多多少少的看过一点吧 就是女生分辨以上独自身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男女互换看看你是不是能接受就OK了 这些所谓的爱情导师写出来的东西 不知道坑派了多少人 他们某数原本三观症而缺乏判断力的女生喜闹 变成三无女生,一无自尊心,二无同理心,三无责任心 更可怕的是受害者,还不是他们本身 受害者把男友做跑了,把追求者做没了 还把闺蜜带进了坑 然后受害者的闺蜜又把男朋友做跑了,又把追求者做没了 又把另一个闺蜜带进了坑,如此循环往复 后来女粉丝们成为苦脸的抱怨 现在的男生为什么都不吹牛女生了 为什么我总是遇到招难 为什么现在的男生都没有诚意 为什么遇到对的人这么难,再也不相见爱情了 好的人都死马去了 好的人都死绝了吗 可能好男人对于你们来说是真的死绝了吧 大部分男生已经意识到自己没钱了 好相信这些鸡汤的,还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丑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上给个三连,我们下期再见